回來第五節的升旗易得道 我們不知不覺做了四節節目 原來都是罵人的 四節都是跟 地產有關 現在香港沒有其他話題 其實也是的 連政府政策 林鄭 大家最關心的都是劉駕 劉駕真的升到一個 很瘋狂的地步 因為聽到我的節目也知道 從2014年開始 我第一次做網台 我跟大家說 樓價當時是不能下跌的 我解釋了很多次給大家聽 為什麼會升 什麼原因是因為 銀紙是因為 銀紙的泡沫爆破了 反過來 跟樓 不分別 跟樓的地位逆轉了 銀紙是可以無限增加的 樓就無限增加 變成樓的地位 取代了銀紙 這是當時我想的 劉本衛的概念 到了現在 如果樓又可以QE的時候 情況真的是逆轉了 如果可以填害 樓就等於可以QE 因為 交易公寓不能動 中地那些 新界佬惡德太惡 又說要把林鄭 變成 第二次變成一個小婦 這樣就很難搞的 所以他們 基本上是欺善怕惡 不會搞那些 拿不到的土地 那又搞哪一個呢 搞那些海民不出聲 還定你 那些還團 現在政府也不用管那些還團 因為林鄭月娥上了台 我們說過很多次 其實 真的要多謝一群人 而這群人我們不會提他們的名字 因為他們已經是泡沫化了 但是 由於這群人覺得林鄭是天使 是一個天使 這個是相對一個胡蘇貞的 Evil 你說的 所以 我們覺得林鄭這個天使 是令到全香港的反對派 基本上失聲 灰飛煙滅 反對派灰飛煙滅 環保團體 基本上 完全是不用看的 因為你可以做些甚麼 你連抗議也沒有聲 因為過往政府也是受很多 滯爪 有環保團體 然後反對派就說 政府不應該填海 又說會殺死中華白海豚 港珠澳大橋 就殺了 照起 照過關 所以我覺得 接下來填海沒有阻力 一定會通過 有一個邏輯大家一定要搞清楚 剛才我們說 樓沒有QE 如果樓有QE 樓價就會下跌 樓價也沒有說他會繼續升上海 所以 來來去去香港樓價那麼貴的原因就是因為鎖死了貨 沒錯 因為他的供應封了頂 每年只可以棄得多 加上其實工人也有問題 建築工人也是沒有新人入行的 所以甚麼人 最擔心填海 其實 增加供應 心中有數 哪一個損失最大 地產發展商 香港四大樓 長江 新鴻基 新世界 行基 信和 如果我這個邏輯有錯 你告訴我 這個邏輯是很清晰的 沒錯 很清晰 陰謀論 不是說你可以當陰謀論 不是陰謀論 是很有原因的 這是分析來的 當年 某一個網台的 話事人問我 今年 樓市跌多少成 我告訴你升三成 2014年 沒有人敢說 全世界 都說樓市跌多少成 到了15年 老蕭就開罵名 全世界只有你一個通理崇華的樓市不跌 只有我說不跌 為甚麼 客觀因素 你所有東西都告訴你沒有跌 因為你沒有供應 一來 不可以加大供應 二來 你的工人不夠 去幹什麼 蓋港珠澳 去幹什麼 蓋機場三跑高鐵 哪裏有人蓋樓 不夠工人 政府被你搶救了 政府又請他花點工資 變成香港蓋樓 以前 千多元幾百元呎 現在要五六千元呎 蓋樓成本 為甚麼 貴嘛 什麼都貴的地方 貴過別人 衛州 賣出來也不用五千元呎 五千元一方 為甚麼 便宜你十塊 人家人工比你便宜很多 人家其他成本也便宜過你 就是這樣 剛才Johnny說的 當年 2008年海嘯之後 有量化寬鬆 令到這個銀子 是無限量供應 所以 銀子是貶值 而銀子貶值是令到 逼了很多人 去買一些 相對安全的資產 和 沒有辦法再加印的資產 那個就叫做物業 因為 你買債券也都可以 無限量加印 因為 QE可以債券 股票 股票是開QE的 無限QE的 當一隻股票 今天五毛錢 明天告訴你 十個一 一公五 無限QE也變了很多倍 但是 不可以即時QE 但是 如果政府真的開始填海的話 等於 房子 也等於 變上QE 當然 政府 賣地 是一個重要的收入 也不會暴跌的 老實說 接下來 也未必會暴跌 但是 肯定 建立了一個最高的位置 我覺得 現在 甚至乎可能出現了 又或者 因為房子很難 好像恆生指數那樣 有個指數報給你聽多少點 因為中原城市領先指數也有滯後 還有 他只是 把 100多個屋苑的數據綜合出來 但是不是代表全香港的樓市 當然啦 香港的樓益也是落後的 因為 最近 升了最厲害 最近幾年的新樓 炒得最厲害 新樓當然 日價不可以 賣你四萬元呎 當然死定了 有一個新樓 最近報紙賣的 好像賣了七年 都是升了幾個% 完全跑銷大市 原來當年賣了四萬元呎 怎麼能升呢 他當年賣給你 已經透支了十年的升幅 所以你現在 還不用輸 原因就是市值升了很多 你那個就開始打和了 我們說回 這一節其實 我們應該 我們其實真的要講小米 為什麼呢 要講回股市 今天 恆指又是在二萬八千嶺 反彈 曾經反彈了200多點 一度反彈了200多點 因為 中美貿易戰爆發 美國那邊股市反而大升 香港一度早上跌了200點 下午就試過反彈 最高反彈接近300點 整個市的氣氛 都是被貿易戰陰霸 打得很厲害 老實說 現在大陸的經濟 說實話是差 我們節目也有分析過 差就差 但是是不是差到要資爆呢 這個要再深入討論 因為爆發有具備很多種元素 還有 要很多東西結合在一起 大家預測不到 我們現在要看看 為甚麼要說小米的股票呢 因為我們之前提過幾隻股票 全部都是 都是 插水 都準確 跟大家說到它的走勢 基本上走勢 如出一次 賓士國際 賓士國際 就是天人冥茶 炒了兩天 第三天就玩完了 就派火了 現在不是說預測 跌不跌的問題 現在 出來 盤數 就是告訴你 它的盈利是大倒退 我們一早就告訴大家 那些是老千股 天人現在都說是發營景 毛記也是 參差上是另一件事 裝的功力 它可以是 虧錢但是可以炒上去 股票不一定是賺錢才炒的 現在不是說它是升還是跌 現在是說它 盤數就是告訴你 它根本就不是在賺錢 很多這些股票 之前米蘭陣也是 上市沒多久發營景 麥林也是上市沒多久發營景 很多 賓士國際 現在的數字告訴你 就是它的盈利 賭退了48% 48%也不是很多 如果你一家上市公司 你一上市 那一年 就已經你的盈利 是跌了48% 那麼你到底 那盤帳目的真實性 那盤帳目的真實性 那盤帳目到底是誰做的呢 那盤帳目的真實性到底有多少呢 你的真實性是很令人懷疑 尤其是你提交給上市科的那盤帳目呢 那牽涉中間有沒有人失職 有沒有人看到 或是幫你做假象呢 因為沒有人知道 假象 看不到 不知道為甚麼 忽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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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也有個合理解釋 你在上市突然插水也跌了一半 對於小股民就很不公道 另一隻就是 大家都記得很清楚 100毛 毛記葵聰 1716 都是那句 先不提股價 股價差不下來 差不多去到招股價 正常的我們跟大家說了 這隻1716 現在100毛就賣向100仙 現在有107仙 賣向100仙的股價 剛才的賓士國際 盈利倒退48% 毛記再厲害一點 盈利倒退80% 是80% 很明顯是碑殼 我懷疑你是假數 但是碑殼不太好碑 大家可以翻聽 不要說大家在馬後炮 你聽到很多月前的150毛 聽到齊阿哥說 三月份的事 未上市之前 一早都說你們是千 這個不用說了 大家躲在眼前都知道 香港人是很墮落的 每次有新的 傳媒出來撥 又說這隻怎麼辦 怎麼賺錢 每次又一起陪他打飛機 然後那些跌到趴街又沒有人提 你們就當是看不到 當然啦 被人吃完就當是看不到 又炒下一隻 算了 香港魚已經少了 算了 下個星期又有一隻 7月9日 7月9日 小米 1810 好像叫1810 小米下個星期一上市 現在做暗盤就好像跌穿 最低的 配售價 以最低限定價 17元 早兩天的暗盤就說16.2 現在說最低15.4 還是15.2 總之比招股價低了一成 這隻股票 有一個 我重新思考的一個模式 原來同日 可以有營購營沽期權 以及有營購證 有渦卵 如果一隻股票新股 一出就有渦卵 我覺得 不是那麼好的 一件事 畢竟是新股 同股不同權 如果你這麼快有渦卵 那個波動性會很大 因為 發行商 用來殺這些 衍生工具 不是牛熊證 衍生工具 加上 還有一個情況 就是他可以被人沽空 因為他是沽空名單裏 我覺得 是有機會是一個陷阱 為什麼呢 因為大家如果有聽我的節目 我也跟大家說過 20多年前 伊利安達 有隻股票 現在是上市的 20多年前 曾經 炒過一輪 到了1997、1998之後 私有化 隔了十多年之後 前幾年 重新再上市 伊利安達 伊利安達是 張國榮那間公司 建韜化工 那邊分拆出來的 不是死了的張國榮 建韜化工的張國榮 那麼這隻股票 我們原來 郭先生在泰國的華僑 以前就是伊利安達做事的 所以當時他一說起伊利安達 大家好像 很有緣份 因為這隻股票很常說的 當年上市 情況跟現在小米有點相似 當然不是完全一樣 他就說到 這隻股票前景不樂觀 當時全香港的股評人都說這隻股票 不行的 而且招股書港銘明 不會派息 那年是哪一年 九十年代初的 很早的 我當時 我是後期聽到朋友說的 我當時也很小 他就說 港銘明 不會派息 也沒有前景的 這隻股票 今年可能也沒有錢賺的 那麼 所有壞的東西 就習一一身 但是 他就 哄你股控 好像是兩元 上市 最初就跌了一跌 那些人就說 真的跌了 開始被人股控 後來 莊家收齊貨 一夜找上10元 那些人怎麼辦 漁夢錯誠 這個局來的 原來是掩蓋我菇的 夾我倉 你沒有貨嘛 你給我股票 我給我股票 那你在哪裡買 出去買買不到 在街上被人收光了 所以騙局就是要讓你知道他的下一步 你以為 令你覺得你知道他的下一步會發生什麼事 是呀 裝你這個彈弓 沒錯 之前 大陸的故事就說有一個人 在 去幾個鄉村 收購那些喉頭菇 用市價高於市價的很多倍收購 真的收了 全村的喉頭菇被收了 然後第二天 不單止是那個價 加多一倍 哇那些人瘋了 瘋了 沒有貨嘛 每個人都賣售給他 沒有貨嘛 然後 原來有個地方還可以賣 所有的人 封蓋去那裏 搶那些喉頭菇 他呢 再把價錢提高 加一倍賣不到 加到五倍 那些人就瘋狂了 五倍呀 我這裏知道是一倍而已 一倍跟他買 磚頭賣給他 還賺三倍呀 是不是發達了 各個去買 那些人就散了他手上的喉頭菇 就賺了一倍了 你賣給他多少錢 他就賺了一倍了 轉頭 拿去那些人賣 沒有了 那些人就走了 莊家就是這樣 這個就是莊家的遊戲 反過來一樣 我 跟你說 那樣東西 我沽給你 你沒有貨 不要緊 我借給你 那樣東西實跌的 明天 我借給你一元 你一元賣給我 一定跌的 過多幾天 五紅紙也有得賣給你 我明天 我夾了上去 轉頭 你跟他借了貨 糟糕了 明天十元 所以這東西 我覺得 如果去沽空 大家 要小心 有機會是一個陷阱 當然不一定 但是反過來的人會問 如果他跌兩成 可不可以買呀 駁他以後夾倉 那我又不敢買呀 這些股票 因為他可以跌很多 問題就是 如果他收齊貨 有機會是做一個 反 反高潮 每個股都打算要跌得很糟糕 當然 要收齊這些貨是很可遜的 但是 現在外面的市 市道不是那麼好 如果有一班目標站在同一個點 一炮就打下來 就可以打死很多人 他們一定會做的 因為市不好 吃你們更好 因為有魚上釣 有魚上釣一定會釣的 他炒升 這個是 炒跌的預期 來吃你們的空倉 其實是一樣的 跟你打算他會升 然後轉頭 原來就是 給貨給你 就開始派貨 倒轉 是的 倒轉是一樣的 即是炒上又可以 炒上又可以 也是OK的 是的 所以 如果這個東西 是那個氣氛 因為 全香港的股評人 沒有人看好這隻股票的 因為大家都知道 那些數字不行 而且又跟股物同權 有這麼多虧底的東西 他講明沒有錢賺的 虧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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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虧本幾十億的一年 但仍然給他上市 那你猜是不是衰股 是不是應該跌穿招架 是不是應該白折 反過來 如果真的很多人去沽空 他一定會夾你的淡倉 一定會夾死你的 是不是 所以大家看著 密切留意 不是說叫你去買 因為 買有機會跌倒了 他可能 不夾淡倉 不斷派給你 吃一口花心 慢慢看 又好戲看 這隻會很精彩 我相信 不是說是單程路來的 絕對是 接下來的上落 是會很大的 我覺得 當然你說 我喜歡賭命 那沒問題的 你就下去 炒一下 薄吧 薄他夾淡倉 又或者你覺得他跌倒的 你就會沽了 你如果覺得 去澳門賭場 賭不夠刺激的話 你就來這裡賭吧 這個會很刺激的 我覺得他上落 這次的幅度會很大 這次 尤其是小米 因為他不是100毛的案子 100毛沒有得沽空 有得獻生工具一定的 如果不是莊家 賺什麼 是啊 因為以前那些賓士國政 我們很清楚的走勢 100毛我告訴你 是炒半天的 連一天都頂不了 半天已經派下來了 因為知道他是 單程路派貨下來 但是這隻不同 這隻有機會 被人摸上去殺你的瘡 因為有些沽空 今天五節時間差不多了 我們下一節應該是許樓山 下一集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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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